最主要是有一个女生 是我家伙人 我猜啦 她是嘉义 私立女中最好的学校 叫红忍女中 我猜的 这是我猜的 因为她里面都没写 那她毕业以后呢 她就考上了长庚的护理系 可是她爸爸逼她要读 去中国的郑州 读大学读教育系 那因为两个人啊 位置增值不下 那这个爸爸也很 给她很大压力 后来女儿甚至喘不过气来 那叫什么 没有办法换气是吧 换气过度 换气过度 这个女生呢 后来她姑姑也出面 姑姑帮女儿讲话 就说都是因为你 也就是她的爸爸 这个把爸爸 没有办法完成的希望 要放在女儿的身上 所以女儿压力很大 那这个女儿呢 已经被迫跟着爸爸 去郑州看那个大学了 可是她还是讲读长庚护理系 因为那是最大的兴趣 那这个事情啊 因为这样子不下 所以后来啊 女儿报警 那警察来 后来才化解说 不然这个经过歉解以后 爸爸就说 好好好不然她退一步 就是大家在考虑考虑 这样子讨论讨论这样 那刚好这个阿德呢 也有个女儿 是 那也是 其实已经读大学 没这个问题了 有有有 最近又是这样的问题 啊 你们家也有 因为她想要退学 反正她读的这个系 就是她现在就是不想读了 不想读了 那你知道遇到这样的事情呢 很多爸爸妈妈就说 她趁你两年就毕业了嘛 你就是不想读 你反正问问过去 所以她现在大二 大二 然后可是对我来讲 就是说 就是反正她做任何改变 我每一次的 第一个反应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很好啊 因为我觉得人 就是为什么会改变 一定是先有一个前理 是想要调整嘛 对 我觉得一个懂调整的人 为什么不让她调整 那为什么调整 一定要成功 对 对不对 我们大人在做很多调整 没有失败的嘛 然后是非得成功 才值得调整嘛 对 然后呢 所以我这次就觉得 我觉得很好 然后可是 我才还有可能说 可是可能会换一个 很烂很烂 你听过没听过的学校去读呢 因为她不想再浪费 从时间重考 等于是她就 可能会选一个这样的 我说也很好 我说我就是读了一个 升学率只有0.1的高中 我才这个三年 义乌反顾了 读完图书馆的小说 可以说一下你读什么高中 刚中 刚三中学 我也是念刚三中学 升学率很低嘛 很低啊 就是吊车尾的学校 不是 低到什么程度 结果就是三专跟叶剑部 都算计只有0.1 哈哈哈哈 那我就觉得是不用读了嘛 哇 这么高 可是那三年 可是很开心耶 像校风很开心 可是那个三年我等于 是我图书馆把我教育大的 然后那三年也是我 读求学那么多的 那个时间里面喔 我觉得我跟同学相处的 但是我觉得我在那边 真的很开心 而且很有自信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时候 就是我去坐我 想要坐 因为没有人到处 我还要往哪个地方走嘛 我就会去决定说 那我这三年要怎么过 就是这个事情 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就是说 我觉得孩子有自己的路要 他选择的路喔 自己在拼拼拼拼拼拼 讲出来的路喔 都跟你爸 给你指引说 走这条路会比较好 我说那些爸爸妈妈 叫孩子要读书的 都是以过去的经验 来建议他们 你怎么知道 就为了这个科系有用呢 我的同学就是这样的 听到爸爸去考那个造船系 就没想要退伍 又造船厂倒闭了 就是那个 人算不如天算 我说 我说 你不是欧死吗 我是觉得说 就不要欧 我觉得孩子愿意调整 就是最好的学习 最好的学历 你刚三高中 升学率包括五专 包括三专 包括叶监部 你们的升学率 才0.1% 对 安杰伯你考上了 没有没有 我是两年后才考上 你当时有一个 自己的兴趣吗 我最大的兴趣 就是高中培养 就是我喜欢看小说 我觉得一个人 会持续做一件事 就是表示 这个事是他有感兴趣的 然后做起来特别有劲的 那你那个兴趣 有没有变成你大学 选拳志愿的基础 没有 功课差人没有选择权 就是能考上哪里就算哪里 可是我还 可是我考上了 居然跟我这个有关系 因为编辑才 四星编辑才 四星 三专 然后我去读了以后 我发现这个学校 怎么也是那么好的学校 因为它工科就是 随便混一混就可以过去的 所以我就可以做了很多 譬如说我去参加私社 我去社会上参加社团 跟幸福教育 我去参加私社就开始写诗 所以才开始会写个词 我这个爸爸有讲就是说 护理系在台湾很辛苦 但是护理系 其实在台湾很好找工作 全世界都很好找工作 而且你如果想要去国外 技术移民的话 是很受欢迎的 护理师是最受欢迎的 但也不是 我在大医院真的非常辛苦 但是你要赚到四五万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如果假如 你不要那么辛苦 其实在大公司里面 他必须设置护理人员 只是薪水会比较少 但你的生活会正常 学校也有 学校也有啊 还有高铁也有 所以其实他选择性 并没有像爸爸想的那么低 而且在前途 我说前的部分 又想要顾及生活性的话 其实我有朋友 他后来是做临床实验的 那个经理人 他在外商 他其实年薪得到150 但是如果你说是大医院 是真的蛮辛苦的 所以我觉得 以后可以转行政职啊 也还不错啊 其实父母的反对 有时候是他因为 他认为那个职业 只有单一选择 对 没错 他不知道说 他其实可以有多元性的方向 后来其实都嫁医生 都不用工作 这个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选择 我跟你说 代表护理人员抗议 真的吗 为什么 真的不能这样想